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福脉 潜伏那个福要推金着骨 这就是常用的这个术语了 说到弘脉 来胜去衰 习惯的一些专门的描述名词 这样的话呢 既然像这个来胜去衰 比较形象我们就说像波涛波浪 波浪打过来的时候涌起很高的 是吧 那么一旦到了浪顶那浪尖了 一下就掉下去了 所以他就说撞入波涛汹涌的意思 是吧 就是来胜收缩这一下力度特别的大 感觉麦管的充盈程度特别宏大 这是红麦的麦像的描述特点 一般用的这些术语 来胜去衰 主病方面来说 一般说来容易想到它是食麦类的 有力充实麦管出大充盈 所以绝大部分是属于食症的范围 是吧 而且一般说来还是食热症 是吧 所以不仅有力 而且热症可以冻血 使血液的充盈 在麦管内的充盈程度增加了 所以麦体变得比较粗大 是吧 比较宽大 所以一般说食热症是红麦最容易理解的 我们教材上用的是其他辩症的名称 八纲辩症叫食热症 在三寒六经辩症就称为阳明病 所以他用了阳明 在温热病就称为气氛症 就是气氛弱症的时候 按八纲就算是气氛已经入理了 就是理食热症 是吧 理食热症的 所以都是一个含义 就是用的不同的一些术语 最常见的我们就说在前面已经讲到过了 讲问汉的时候说的什么 大汉初 理食热症 大汉初 讲发热的时候说的 那个时候就高热壮热 说壮热是理食热症 是吧 讲口干口渴的时候说的 大可饮冷 是热血伤筋了 口渴饮冷 是食热症 是吧 现在在讲脉象就宏大有力 这是食热症 加起来就是什么了 四大症 讲了四个地方都讲这一条 大若 大汉初 大坦可 麦宏大 是吧 分别在问诊里边和这麦诊讲到了 是吧 所以你看都是这一条食热症 因为他讲书只能一条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讲 说来都是他 白虎汤 是吧 我们用石膏织母这些药来治疗的 这个麦宏大 麦宏大 那么这儿所要注意的也是注意了 那么麦宏大的一般说来是食热症的居多 是吧 教材上全部主要讲的就是食热症最常见的 但是我们说也注意一下 也有特殊的情况 是吧 也有特殊的情况是主虚症的 是吧 这个时候也不是食症的范围了 它是主虚了 所以这儿就 因为食症都是要用公邪的办法去泄了 现在它是虚而导致它暂时比较宏大 卖向粗大 你不能再用公邪的药物了 是吧 所以虚也要注意 有个别的时候提到的这么一些 是吧 九蟹九粒的 那么这些是三号的是阴晶 九蟹 腐蟹 下粒是大量的水分被排出了 是吧 直接是三号的阴晶 但是阴晶一旦三号阳气没有依附的载体了 可以向外散湿了 是吧 散湿了 因血亏虚了 那么血虚了之后 气水血脱了 阳气也就向外散湿 是吧 所以这些情况下 我们前面为什么讲散脉的时候是什么 散脉 阳气虚弱 虚阳外跃可以 但是它的脉象特点 是不是说它就佛大而散呢 那不是有一个宏大吗 是吧 所以从脉型方面来说 那会儿它突然的散湿出来 脉管一下浮起来充盈 这下看起来好像很宏大 你不要以为那个一旦宏大 那就是有热了 赶快去清热卸火 再一卸火 那就全部火都给卸掉了 是吧 最后一点阳气都给卸掉了 是吧 所以这儿就要注意 散大的时候在特殊的情况下 也不要说它都是一些食热症 所以这一类的脉象 我们说从脉象特点上是属于食脉类 是吧 但是它的主病上 红大脉象充盈粗大的 不一定全部都是食症 不一定全部都是食症 要注意的 这是第三的一个红脉里边注意的 所以我们说在红脉的主病里 现在我们教材是比较简化了一点 就主要说的食热症的 那么其他以前五版教材这些 都比较强调要注意它的这种特殊性 尽管特殊性少一点 但是那么临床上如果不加注意 有可能就恰恰是这些比较少的地方 发生诊断治疗的错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的一个人就是再往下说的一个 红脉相间的又说了一个大脉 是吧 那么究竟红脉和大脉有没有这个区别 是吧 按教材要把它相似脉放在下面 第二意思就是有差别才相似 但是又不同 是吧 才相类 但这个呢 他就说红脉和大脉究竟有没有区别呢 在自古我们的脉经里边 临床的医生要体会这两个脉的时候呢 都有不同的观点 有些认为红脉和大脉应该区别 它的区别的关键在哪里呢 对了 大脉是来去类同 大脉是来去类同 书上说了大脉外体也宽大和红脉一样 但是没有波涛汹涌 波涛汹涌的特点就是什么 来胜去衰 波涛汹涌就是波涛浪子来的时候突然很涌胜 到了浪尖一下掉下去了就去衰 所以红脉有一个来胜去衰 大脉呢 就来也感觉脉管这么粗大有力 去那会儿也是这么粗大红大有 意思就这个 那就是大脉了 是吧 他就说的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鉴别来这一下和去那一下 指下了一个感觉 这个确实比较困难的 是吧 比较把这么小的一点 鉴别点把它鉴别出来 意义是有点不太容易 这是一个感觉上不太容易 第二那就是看临床意义了 红脉和大脉的临床意义有没有差别 如果意义上有差别的话 一个主这个病一个主那个病呢 那就是再难鉴别 你都必须把它鉴别清楚 你才能诊断准确 是吧 如果意义上没有太大差别了 我认为鉴别它的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不管是红脉还是大脉你的诊断结论一样 治疗方法一样 那你就鉴别不清楚了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不会倒置物诊 所以我们就看看意义上有没有差别 那么说到的意义上 大脉主并进也是指的食热热症并进 是吧 大而无力也是指的正虚 刚才我们说红脉也有正虚的时候可以见到宏大 是吧 所以也是这两个意义看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那么很多古籍上讲脉书的专书的这些医生 这些前辈们也有很多认为 把红脉和大脉区分开相当于在说梦话 有些书籍脉学书籍上就这么写的 就这么写的 他认为没有必要鉴别了 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也觉得应该没有必要区 强行的把它分子这么详细了 是吧 临床异议不会导致你诊断错误 那就不用了 是吧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描述 刚才描述的是四大症 四大症的最后一个是什么 脉红大 有很多古人认为要鉴别这两个脉 太难了 脉红大 两边都抓住了 管达红脉还是大 是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这个意义上觉得就可以不必太分的太详细了 是吧 不必细分的 这就是红脉和大脉的这个含义 含义清楚了 这是第三的一个红脉的情况啊 在虚实的脉市里边的第三的一个红脉 第四长脉我们教材是红脉以上那个脉 还是一百一十四叶 还是一百一十四叶红脉以上那个脉啊 那么长脉的话能指说他的应该说也算是有利的一大类的脉是脉为这个脉市的异常 但是他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 其实他也有一个脉位的异常的问题啊 这个长脉的话呢也有一个脉位因为我们正常的脉位除了佛中城的脉位还有一个什么寸观尺三部的位置 这个脉位还有一个寸观尺的位置 那么现在这个长脉就是超过本位写的就是一个位要超过本来应该出现的位置 那么本来正常脉相应该出现的位置是多少寸观尺这么一个长度 连尺脉有时候都不太清楚了要乘起有力 是吧 那么现在这个脉相的病人寸脉以前到鱼肌这些肌前面都能感觉脉搏在波动 尺脉以后都很容易就体会到他的脉相波动 这个就位置上超过寸观尺了 是吧 所以他还有一个实际上是脉位的一些异常的判断 以正常相比超过了寸观尺 所以我们书上写这个超过本位这个意思就是寸观尺这个位置 就这个意思 这就是所谓的长脉 长脉的脉相特点 那么在内经的元书里边呢 又再把这个长脉的进一步划分的时候用了这么两个名词 所以这是总的来说归在这个实脉这一大类的里边的 是吧 这是长脉 我们最主要的 当然作为长脉里边也是应该注意的啊 只能说这个是最常见啊 最这个一般的从脉的道理是吧 脉相形成的基本道理 这个病因病机方面来看 主要是属于羊肉实症的范围 当然需要注意的作为长脉这个名词所提到的内容 一个是教材在说这个临床意义和说明里边也都提到了 长脉也是在我们二十八种病脉里边可以建于正常人的一个脉相了 是吧 这叫长则气质 啊 内经有这个原话叫长则气质 在教材的长脉的基礼分析下来第二的一段的第二行最后四个字 长则气质 质在中文字里边说质就是质力调和平和正常 是吧 所以长脉是一种气血充盈气血调和人体大质的一个是吧 一个状态 因为你这样气血越充盈说明你这个遇到长脉了说明你气血很充盈是吧 这个脉管的鼓动这个部位显现就比较变长了 所以这是二十八脉里边又见到的一个这个是吧 正常人可以见到的脉相 特别是老年人卖长古书卖书上有专门说这个还是一个长寿之相 是吧 有这个有这个可以可以考虑既然他气血充盈当然就容易长寿了是吧 老年人的一般卖像鼓动都比较老年人体质逐渐就衰弱了他气血就是吧 那鼓动无力迈向的波动就比较发力变现在他还很充盈很长也很容易摸到 当然有可能的是吧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长折气质注意的 第二我们说也是啊 一般说来中医这些临床现象的一些主病不要想着这么绝对啊 说他煮热症就一定都是热结果还有特殊的寒是吧 不要说他煮实症的就一定只知道实症多半可能有特殊还要遇到虚的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个长脉也是这样的特殊的情况因为他虚了为什么你说他还长呢 虽然虚了气血充盈不够了他可能脉管变得比较细 这是这个问题形成的但是他为什么变得比较长了呢 虚了很衰弱了很衰竭了剩下一个什么皮包骨了 就剩一层皮了比如说到这种程度你这样一去按这个麦管是不是很长的都摸到了 下面就一层皮下面一个麦管一下你都摸到了结果他变长了你不要说你还是长寿之相 所以你看看起来全都比较虚弱衰竭的这个时候他又比较长 这个还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现在你越你们越胖的你看你看你摸那个麦 是吧越短越不好摸越沉了那皮下脂肪这么厚一下把麦管都当住了 你那个就不太容易感觉了是吧所以的话呢不要说虚症就不可能出现长麦是吧 所以就也要注意也要注意 也要注意 长麦也可能还有皮的 这是长麦里边的 是吧问题 西麦教材第八的一类我们再往下数的这一类的麦像 你看你看说到的就主要是偏于虚脉这一类的了就主要是充盈不足鼓动无力的一些了是吧那么细麦 细麦的麦像特点麦像特点麦细如线也就是说麦管的充盈程度是吧麦管这个充盈的不像与虹脉那个相反呢是吧不是充盈的很粗大而是充盈的不够变得比较细但是他有一个关键的细麦不只是说麦管比较细 他还要硬直明显 细麦一定是两个特点的顾名思义想到细麦就麦管不能充盈比较细如线但是不管你有多细细到哪怕是丝线一样这么细但是他一细几字你肯定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这个才能叫细麦 硬直要明显你说那两个是不是矛盾不矛盾的啊 不要说细细的来就好像有点摸不到了鼓动那个如果摸不到了那是后面说的微麦了 这个细麦他还能够摸到一定能够出完道一息几字佛中成在哪里都能体会到 所以细麦要有硬直明显后面四个字不能丢了 这是细麦的麦相特点啊要硬直明显 第二主病一般可能容易想到细麦的主病是虚了 说虚正很好理解气血亏虚了不能充盈了不能鼓动了 说卖相无力了 这个好办因为说虚就是这些气血阴血阴金的这些亏虚 那么如果是气阳气一类的亏虚就没有力量去鼓动它它无力 阴血阴金的亏虚卖管的充盈度不够变得比较细小 所以细麦一般说来主虚正是很容易想到的 属于细麦这一类 但是我们说这些麦相就不像前面那些佛麦齿麦类那些很好归类全部归在细麦了 就在于这些麦相它又不完全是主虚正 虚正虚麦就说的都是虚正的 所以它得单独讲好像与虚有关 因为它还有可能主实证 比如说教材提到的水师这个师 水师是邪气的一种 病离产物 体内的是病离产物的谈师水师 外感的是六营的施血 所以怎么看它都该是实证的范围了 有邪气的就算实证 还有可能是温热病说的热腺心包这些病症 他们可以导致这些邪气怎么形成细麦呢 就是这些邪气压迫了 阻塞了 阻压卖到了 这些邪气压迫了卖到 使麦管变得比较细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细麦有可能它也是细麦 麦象特点好像是属虚的范围 但是它的主病也是有实证的 完全相反 是吧 所以我们说反复的看 中医说这些麦象 一般说来麦象的主病都不是单一的特异性的 是吧 你看起来像是实证的长麦红麦 结果它还有主虚的时候 知道 现在说到细麦这些 还有后面说的乳麦这些 都比较细软发力了 好像该主要主虚了 结果它也有实证 所以要注意的 这是细麦的特点 除了教材说这个失病 比如说热腺心包了 那么我们就说温热病热腺心包 它可以前面说昏迷了 在文整里边说热腺心包可以昏迷了 是吧 昏迷了气息好像比较微弱了 是吧 一旦昏倒了 好像气息也微弱 我们前面说 细微的不能说全部都是虚症 是不是也讲了这个热腺心包了 它一昏倒 脉相好像也比较细了 你不要以为它是虚症 是吧 这是一些细脉里边注意的 那与细脉相似的再往下的几个脉 是吧 乳脉弱脉 是吧 这从脉相的主病方面的分析 脉力分析已经可以得出了细脉 并不是兜主虚症 是吧 并不是兜主虚症的 那么这是关于细脉的 那么在下面几个乳脉弱脉 微脉都是比较细 鼓动也都比较发力的 他们几个脉还和细脉相似 但是又不同 不同主要在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要结合其他方面了 比如说 那么乳脉和弱脉 微脉它还要结合脉胃来看 位置上还有一个问题了 前面我们讲脉胃的佛城 归了佛脉几大类了 是吧 那个时候还没有讲到虚实有利无利 这些概念 所以就没有把这个脉放在佛脉内 如果我们按脉胃的归类 这个脉是不是也可以归在佛脉内了 就是它从脉胃上是佛起 然后力量 脉管的充盈程度不够 波动的力量又发力 这个时候就给一个专门的名词了 叫辱脉 所以我们说你切脉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些28脉的名词辱脉 你先不要去想 你不知道这个名词都没关系 严格说来 你就是脉胃上先看佛城 假如摸到了这个是比较佛的了 放在那写一个佛脉 再看它的频率是快还是慢 首取又没有快慢你不管了 让它再看它有利还是无利 结果你切按它佛起而无利软弱细 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名词 你就写这个就叫辱脉了 你如果不知道你怎么办 脉佛细软 脉佛而无利 你就这么写 这也可以诊断了 脉佛而无利可以给我们提示 它是一些什么病的诊断 是吧 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要从脉胃 脉势脉势这些几个方面去讲 就这个道理了 是吧 你看这儿是说势力 从力度上说到它细软发力 是吧 但是脉胃上要结合是佛起的 这个就叫辱脉了 是吧 这是脉向上 所以从图示上来说的话 我们说它就是放在了这个细的脉 是在佛中层佛起这个位置上 体会到了这个脉 那就是一个辱脉了 那么单纯说的细脉 就不是说要特别的佛起或者承起 是吧 意思就这个了 如果单独专门要佛起的细脉 成取的细脉就分别要说的下面这两个脉项 脉理上一般说来都是细软发力的 所以应该主虚症的这个情况和细脉是一样的 是吧 一个道理了 还是说细脉了之后 那么可以出现的这个 是吧 这个所导致的这个细 气血亏虚了 是吧 不能充盈的 不能鼓动了就细软发力 只是说他为什么现在还多了一个比较佛起 是吧 前面我们说细脉的时候就是气血亏虚不能充盈的 如果他没有佛起的时候体会到脉象软弱发力 中起那个时候体会到了 那我们就说他叫细脉 是吧 现在他有一点佛起的人 就说明他这个气血亏虚到这个血虚了 不能一一念这个阳气阳气有点向外 善了 是吧 这样的话 那么这样他脉气稍微佛一点了 这就叫佛而细软了 是吧 这个是一个特点 而说到细脉还可以主的是这个外感性的疾病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施血它是从哪里来的 外感 由外而入的时候 这个就和前面说那个佛卖主表正有关了 外感而入的时候 正气要抗血于外 他要鼓动 卖气偏佛了 然后现在施血由主压卖道 卖管变得比较细软了 是吧 刚才我们说细脉可以由施血这些主压卖道 所以夹在一块就佛而细软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形成所谓的乳脉了 所以他有这么一些原因在里边 主要也就是说乳脉所见到这些施病 外感的时候这个施血 那么这样初期阶段 是吧 他就可能辱脉了 如果施血入理了 或者是内身的皮部韵化施血困阻 那当然就不是乳脉的问题了 脉象没有偏佛了 是吧 所以这样来看可以理解 辱脉也可以主虚症 也可以主施症 细脉也说的是主这两个方面的弊 是吧 这是辱脉的这个问题 辱脉的它是指的这个佛而细软 主要抓住这四个字就可以了 佛而细软 那么再往下说的这个弱脉 那么弱脉就是与辱脉相反的了 那就是成取的细脉 虚脉加在一块了 成取又无力的 是吧 脉管充盈程度又不够的 这样的话呢就给他说专门的叫弱脉 所以从脉位的归类上 弱脉也是可以归到前面成脉类的 成取有力的那是劳脉 成取无力的那是弱脉 是吧 就这个道理了 所以你要是不知道弱脉这个名词 你切脉你就说这个脉相是成而无力 那就行了 是吧 那就行了 那这样看来他的主病应该主要是什么 虚症 理虚症 虚的一般说来也都主要是理虚症 因为虚就是脏腐亏虚气血亏虚 是吧 所以一般说来这个弱脉的这个主病 也比较好理解的 那么这样说来从脉相上要注意的就是弱脉和入脉 他鉴别了就关键是看什么鉴别 脉胃的佛城要借助脉胃才能鉴别他了 都是细软发力 是吧 所以弱脉我们也就记住这么四个字 成而细软就行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有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临床上有时候有些你看这些写 一些书籍也好文章也好有的时候会发生这样一种错误 或者你们以后上临床记录脉相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用这个名词的时候脉相佛而细软的时候 能不能写这个脉相就是你又不知道那些名词了 你能不能把它写为脉佛弱 脉佛取发力软弱无力的时候 你就写一个这个脉相叫脉佛弱 能不能这样写了 为什么不能 这就是已经规定了 你学了脉学了脉学的规定弱脉是成而细软 那你佛取佛取体会到的这个软弱发力的脉相 你就不能用弱这个名词了 是不是 清楚没有 还有感觉很困惑的看着我的表情很困惑的 弱脉是成而细软 你佛取它软弱发力 你又用一个佛弱 那究竟这个脉是佛还是成呢 对不对 弱脉已经规定是成而细软了 所以你就不能再用这个弱这个名词 你就只能写脉佛而细软发力 或者就是辱脉了 是不是 倒过来说 成取软弱发力的 你也不能写脉成入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入一般中文字一说入就是入软 入软 这容易想到也是一个软的意思 成取的你也就不能写脉成 成入了 是吧 因为辱脉是规定的是佛而细软 你脉成入究竟这个脉是佛取的还是成取的 自相矛盾 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错误的描述错误的说法 这是这个脉象的规定里面注意的这些专门的术语 主并刚才说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注意一下 由于这个脉象的规定的辱脉是属于佛脉类的 弱脉是属于成脉类的 所以一定不能这样去描述卖相 是吧 一定不能这么去描述卖尘入 卖佛弱这些说法 这些说法 这是弱脉的卖相里边 卖相里边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主并 那么一般容易想到了是吧 这个弱脉都是一些虚了 因为细软发力也是虚 而且又沉 说明气血亏虚 不能鼓动脉力的 脉力的显现部位比较深沉的 所以一般沉脉都是主虚 而且比细脉那些虚的程度 应该说更严重一点 鼓动更为无力了 脉象偏沉了脉位上 脉位上都比较深沉的时候 才觉得脉象有些波动 所以弱脉一般说来都是虚了 一般都是虚了 这是关于这个弱脉 这与佛脉 与入脉是吧 细脉相类似的地方 注意是乘起的 这是 第七的一个 第七的一个这个脉象 那么弱脉里边的话 我们说与细脉 属于虚脉这一类 属于软弱 脉管充盈不够的这些细脉 这一类的这种脉象里边 还有一个是吧 再往下还有一个比较类似的脉象 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微脉了 那么微脉和前面说的细脉 弱脉乳脉这几个脉象的区别 主要在哪里呢 更细 再多细前面细脉都说到已经可以细如丝线了 已经可以很细了 是吧 啊 所以微脉来说它的脉管的充盈度可以很细 都还不足以说明这个细脉的一个特点 关键是要说它细道 切暗有点困难了 体会已经很困难了 若有若无 暗之欲绝了 啊 就这个 因为细脉强调了 刚才强调什么 硬脂明显 所以刚才我们说那四个字要关键要 不要丢了 细脉你再细如实现我都能够切暗清楚 而这个弱脉就有点切不清楚了 你觉得没有波动了 仔细体会好像又再波动了 你说一息几字去体会了 它又非常发力软弱又有点属性 是吧 所以这就若有若无 这个才是说微脉关键就和细脉区别开了 是吧 就和细脉区别开 这就是微脉的脉象特点关键注意的 是吧 其他的微脉的这些主病道理 我们就休息一下再往下看 好